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由中国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今天在乌镇闭幕 中国官媒报道此次会议成果丰硕 签下了130亿人民币的项目合约 而包括苹果 谷歌等西方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都首次与会 但是似乎仍然无法掩盖中国网民和世界 对这场大会可信度的批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大会的贺信中说到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作为全球互联网自由度倒数第一的国家 中国要如何向世界互联网敞开大门 而西方科技公司是否会继续向中国的审查制度磕头呢 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第一位嘉宾 这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 陈先生您好 欢迎您 你好 感谢您 各位听众好 是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那么陈先生 我想首先先请您跟我们谈谈 2014年当第一场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的时候 那么当时就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声音 说作为一个网络封闭的国家 中国如何来去跟这些西方国家或科技公司 来谈网络的互联互通 这简直就是一大讽刺 可是不管怎么样 四年过去了 而且这场大会看起来没有要停办的意思 今年更是有苹果公司 谷歌公司的CEO都来参加会议 甚至还公开的发表了讲话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当然是和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也就是网民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分不开的 世界各大公司 虽然受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和阻力 在中国发展它的业务 但是它还是不愿意放掉中国这块大肥肉 这个大市场 所以说千方百计希望能够接触中国 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互联网 世界互联网会议 它可以接触到中国的政治领导人 和中国的其他的企业的负责人 然后企图来寻找一些可能的机会 虽然他们过去屡次失败 但是他们仍然不放弃这个努力 我想大家作为一个资本家 它是千方百计的 只要有一丝可能性 它要使用百万的力量 来开始寻求进入某种 这个最大的市场的途径和道路 我想他们可能这次还是会落空 但是他们会采取 我先进去 尽管有些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 先进去再说 然后我怎么样把装脚打好 将来万一有什么机会了 我就首先占领了相当大的市场 我想这是所有的这些事件 包括谷歌被中国封锁的这么厉害 过去曾经闹翻了脸 但是还是要派人进去 也和这个整个的商业目标 和他们的雄心壮志吧 有关系的 是 那么陈先生我们也看到了 实际上这次会议 包括我们刚刚的记者叶斌在报道 大家也把焦点放在王沪宁的身上 因为在开幕式上他的一番讲话 很多人把他与过去几次世界互联网大会 习近平的致辞内容来相比较 发现这个类似性相当的高 王沪宁他是提到了五点建议 他说要来携手共建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 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名词最近很常见 那么他的五点建议包括了鼓励创新 促进开放 推动包容共享等等 您怎么来看王沪宁这次在这个世界互联网上的 这个大会上的出示提升 还有他的这几点建议呢 我想当然这是表明了 王沪宁现在看来是在负责最后的最高的总管 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包括互联网这方面的 他这次亮相说的这些话 当然都是不错的 都是对的啦 鼓励创新 促进开放 包容共享 关键是现在中国政府 中共共产党它的言语和行动之间的分裂 是越来越厉害 甚至是完全是南辕北辙 是成了语言游戏 也就是说封锁可以说成是开放 把那个完全是歧视或者是压制 可以说成是包容 所以首先我想中国共产党应该是 不管是习近平先生也好 还是中国共产党整个当局也好 他应该是首先是对中国的人 中国国民要包容 要开放 要让中国人能够知道 看到外界外部世界的信息 跟大家能够交流 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个最主要的概念 这次会上和过去习近平先生也好 中国共产党屡次在网络开始的时候 发布的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网络主权 这个概念我想特别在这里慎重的宣布 他没有这种主权 所谓网络主权就是封锁 中国人不让他们知晓国外的信息 大家知道所有的国外的主要的媒体 大媒体全部被封锁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之内 不让他们接触之外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这个主权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有堵住中国人的耳朵 蒙住中国人眼睛的权利 但是中国共产党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 非常清楚地表明 中国人所有国家的人民 任何人都有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权利 这个不受国界的限制 不受任何媒介的限制 任何媒介任何国界都不得限制 寻求接受传递消息 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 专门公布的这个消息 如中国共产党特别宣称 他是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也就是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 这是最主要的结果之一 那么他是 所以他就没有这种封锁中国人的 听取传播消息的权利 这个网络主权是不存在的 这种所谓网络主权 就是封锁国民的传播消息的 去收听消息的主权是不存在的 我这里要特别想象 否则你就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 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是 而且非常有意思 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 其实早从第一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 中国当局就已经提出了 那么也有很多分析说 其他国家也没接受 他其实就是要来封锁互联网的 让他一个正当化的一个借口 我们现在再来欢迎 我们节目的另外第二位嘉宾 现在进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这是中国时评人 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 朱欣欣 朱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陈老师好 各位听众 观众 朋友 大家好 是 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 这一次在乌镇 今天已经闭幕的 世界互联网大会 那么您刚刚也稍微听到了 陈奎德先生的说法 我想继续我们来看看 习近平先生在这次 他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而是以发出贺电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看法 那么在这个贺电里面 他是这样说到的 他说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推动世界各国 共同搭乘互联网 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我想先请朱欣欣先生 跟我们谈谈 2009年您就曾经 因为网络的使用 而被当局要求被旅游 所以您对于在中国的 这个网络封锁和管制 可以说有一些亲身的经验 您对习近平先生所说的 开放而且要越开越大 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些年这几年这个网络的封锁 越来越严 网络的柏林墙越度越高 从我个人的体会呢 就是这些年来 这几次被旅游都和互联网有关系 他们就是禁止我在所谓的 这个六四二周年 或者是党国的所谓国庆的六十周年 禁止我接受这个外面的采访 和这个网络能够断绝这个关系 就是我被旅游 所以说我对习近平的这个 他的这个讲话并不抱希望 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都知道 这几十年来 中共可以说把东方文化的这种 丑恶的后黑学 发挥到了极点 就是说他们说一套 做一套 在表面上这个对外用那些 貌似文明世界的一些语言 他们也在迎合这个国际社会 可是呢他们在实际行动中 和他们所说的话是越来越背离 因此呢我们对中共的这个 这一套的这个把戏呢 我们实在是已经看透了 希望国际的社会 不能对中共抱任何的幻想 这个这次一看十九大这个期间 我就是被这个跟踪监控 这个一个半月 这就是这个中共的这种 做法呢 使我们能够看透 他们不可能来这个 这个这个 接近这个国际社会的 这样的文明的标准 是实际上针对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呢 其实很多的西方媒体也关注到了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网络封锁国度里 召开这样一场会议 它的讽刺性啊 我们看到了在纽约时报 在现场乌镇现场采访的记者 孟宝乐 他就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面 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所以啊 在中国只有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互联网才是真正的连接着世界 那么在推特上 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照片显示 在乌镇现场采访的记者呢 那么蜂勇的围在 开放的互联网网络前 在搜寻平常在中国 是没有办法登陆的一些外国网站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西方国家在这一次 还有西方的一些科技公司 在这一次大会上 刚刚陈奎德先生也稍微提到 他们的一些态度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的来探讨 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还有我们电话线上 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啊 我们就先来接听电话线上 等候的观众朋友 第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 您好 请说 艾先生 请说 您好 您好 这届互联网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 大数据 云平台和智能家居 这都是技术性和专业性 很强的东西 可是你们现在的议题简直就是风马 风马相级 所以以后你们就是 做一些节目要有一些关键性 谢谢 好 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宁夏的高先生 高先生 您好 请说 大家好 郑小姐好 首先我是不赞成封锁的 我记得那个环球时报也曾经发表过文章 说是中国应该放开互联网 还是要提倡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其次我想说的这个事 就是这个纽约的这个高端流氓 郭文贵啊 天天天天天的 当然我是不看他的那个时机 那个什么爆料的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看他的爆料 我只看标题 我说他这个高端流氓呀 一直对低端人口的代表人物 王岐山先生进行攻击 我到现在还是耿耿于怀 谢谢您 高先生 好的 谢谢您提出您的意见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 您好 请说 您好 我想说的是 国民党靠收税 共产党靠开会 开会有四话 中话 假话 大话 以及联天的无耻之话 所以说对中国互联网开放 我觉得是有多开放 一点都不开放 好 好 谢谢 谢谢您 河南的张先生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呢 还有几位网友的评论 这位署名叫吕洞斌的网友 他说中国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乌镇举行 再次向世界宣告 避网锁国 隔离世界 践踏人权 人类网络不共体的丑恶行径 进一步的深入 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李诗明的这位网友 他说一个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局域网的政府 居然开世界互联网大会 而且还发言 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 中共政府也以此要挟世界商业 屡试不爽 更可笑的是 中共官方明令禁止翻墙 然而官方翻墙的也不计其数 愚弄民众可笑至极 那么我们在这个网路上面谈到的 还有这位Alex Leo的这位网友 他说中国谈的互联网开放只是设备互联 而屏蔽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信息交流 前者的开放是为挣钱 后者的屏蔽则是为自身执政能力的不自信 讽刺的是 设备互联的最大优点在中国 是用到了广泛的监管当中 这也因此造成了一个怪象 中国虽然提供了最大人群的移动支付 但又是全球监管最严厉 过滤最细微的国家之一 那么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天津爱先生刚刚提到了 为何你们不谈谈这次大会上所提的大数据 所提的人工智能 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 实际上确确实实 这些都是技术上的 都是这个可以说是硬体设备上的一种进步和进展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这样的进展 就像刚刚我们这位Alex网友所说的 你屏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你图有更好的技术和进展 这个没有办法通过 没有办法打破这种交流信息的分享 这也是没有用的 您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技术当然是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技术进步当然也有起作用 但是如果这个技术进步用来 都是钳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交流交通的自由 那么这个技术进步恐怕是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和人力和钱财 来控制人群 就特别是像监督整个社会 据说是现在这个监控的摄像头 那是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可以比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 这些方面的管控 我相信中国政府是做的是最严厉的 而且也是世界把它评为互联网监控 是最严厉的国家 也是合乎实际的 不过这个东西它能够得逞于一时 我相信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 它一定会通过这个界限 而且现在它也不可能 即使是有这么严厉的防火长城 也不可能完全的封锁中国人的那个扩取自由的 扩取自由信息的这样一个能力和那个需求 所以凤总是要打开的门总是要打开的 这一点我不相信他们的技术力量 或者是所谓的谋高一尺 道高一丈 世界也有办法对付的 最后在和它和互联网自由交通的那个决战中间 我不相信它会最后是占上风的 这一点我还是相信 朱欣欣先生您的看法呢 包括机器人的发展这些 都会突破这些整个的交流 当然机器人发展会产生其他的更多的一些后果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 但是在突破信息封锁这方面 我相信它还是会起到正面的作用 朱欣欣先生您的看法呢 那么另外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这位署名 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这位网友 他想问到底物证大会对国际互联网的影响如何 您推测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最坏的结果又可能是什么呢 朱欣欣先生能不能请您一分半左右时间 跟我们简单谈一谈 好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 中共所举办这个国际互联网大会的性质 我们看到它既不是一个国际组织组织的会议 也不是行业的会议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举办的会议 它完全是中共一个党 一个执政党利用党的权力举办的一个会议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形象工程 无非就是向全世界来宣称 它似乎是一个互联网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 同时呢它也是想让国内浪费心看 你看看我多有国际的号召力 它是想让国际社会为它的这个专制的这个互联网 这个制度呢来进行背书而已 那您觉得这个中国政府有可能 像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 这个推行了四年的网络主权 还有其他的方面 中国政府有可能借由这样一年一年半的大会 来向世界来输出他们管控互联网 这样的一种技术和经验吗 您的看法 朱欣欣先生 我想它这种 我想它输出的这种落后的这种 对互联网的这个管理制度呢 是不会被文明社会所接受的 这个它是完全背离 互联网自由开放的精神 它只能是在这个人类文明史上 树立一个反面的教材 这个为这个一些少数的专制国家 来控制老百姓进行愚民 提供这么一个这个落后的 野蛮的这种互联网制度的这个指导 我们来看看华盛顿邮报 在昨天星期一的报道 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标题来下标的 它呢特别以这个苹果公司的 这个首席执行官 提姆库克的照片为标题 那么它在标题上写到的是 在中国网络审查的最高峰 苹果首席执行官 支持中国的所谓互联网开放 我继续想请教两位嘉宾 跟我们谈谈的是苹果公司 我们就以它为例来谈一谈 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月 11月份的时候 苹果公司才证实也承认了 光是在今年应中国政府的要求 他们就已经在中国区的 这个应用程序的商店里面 下架了600多个VPN的翻墙应用程序 那么当时引发了非常多的质疑和批评 而苹果公司 他们当时的回应是这样说的 他们说苹果继续留在中国 会有助于推动言论自由等基本的权益 有人就把当时的这样的回应 与现在库克在中国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发言 来做一番对比 我想先请朱熹熹先生 一分钟左右时间 您真的认为这些外企 在应中国的要求做出改变之后 还能够在中国发挥推动言论自由 这样的一种影响力吗 我想这些外企的领导人 实际上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 他这样说 无非就是找些理由而已 他们不过是想在这个中国这个市场上 分一杯羹而已 为他们这个产品的利益 其实我想不但不利于未必能够促进中国的这个网络的自由 实际上还可能会产生一种什么 一种幻觉 似乎很多中国老百姓用上了苹果的手机 很时髦 以为自己就享受到了一个西方的那种网络生活 和西方的这个手机用户一样的 实际上是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 反而会产生这种错觉 这个这是很可笑 陈奎德先生 在您答复前我来念一下 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Warrior Mattis的这位网友 他提到了 他说如果外企失去了他所代表的品质特质 是否会丧失他在华的核心竞争力呢 那么这种妥协的行为 会不会让外企陷入了越妥协 你就越需要妥协这样的一种循环之中呢 陈奎德先生 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他这个是 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越妥协恐怕就往进一步 他会进一步的得寸进尺的 要求你更进一步的 在其他领域方面做出妥协 所以这个对于很多外企大公司来说 这个是可以预见的前景 我想 而且我要想特别的对外企说 特别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的时候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 我现在越来越清楚 他们的整个的几十年的执政 包括有些垮了台的共产党国家 和现在还存在的共产党国家 他们的核心的一个制度要素 现在越来越看清楚了 最核心的制度要素就是封锁言论 封锁信息 比其他的 例如有些共产党国家为了改革了 改革了 看到就混不下去了 也可以照到有限度的 有些程度做的选举 有些实行国会制度 有些实行市场经济 实行一部分市场经济 承认私有产权等等等等 和过去共产主义教条 背离的不同的方式政策都出现了 但是你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 只要他还叫共产党国家 他放松了对舆论的控制 对言论的封锁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是共产党国家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核心 我称之为最核心的制度要素 所以外国的公司不要存幻想了 这个他不管他说怎么 关于乔与说怎么巧妙 他是不可能放松这一点的 除非他垮台了 好的 我们现在争取时间 让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能够参与我们现场讨论 这是来自重庆的清先生 清先生您好 请您间短发言 你好 其实我觉得美国 中国的一个网络组织 美国也同样可以 美国也同样可以 重做组织的网络一样 谢谢 好 谢谢您重庆的清先生 我想我们节目最后 剩下四分钟左右时间 想请两位嘉宾 各自以两分钟时间 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这次的大会 其实就在几个星期前 召开的前几个星期 那么中国的前 这个网信办的主任卢伟 才因为这个被查而落马了 所以有很多人说 他的接任人徐玲 在这次接下了这场大会的 主办权之后 可以说进行了很大的努力 我想请两位来跟我们谈谈 从这次徐玲接任之后 所主办的这场大会 我们是否可以看到 未来中国在互联网上的政策 有没有什么可能 会有变动的地方 当然刚刚陈奎德先生 已经说不可能改变了 那么另外也想请二位 跟我们谈谈 网络的封锁 这么多年来 它到底对中国的发展 产生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我想先请朱欣 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好 这个我是2001年 这个进入互联网的 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这么高的 这个互联网的这个防火墙 另外呢 还有这个当时呢 还没有年轻的人中 没有这样的所谓小粉红 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大学里面 后来我听这个学校的老师说 现在大学生里面 现在有很多的小粉红 甚至有的到了那个美国 去学习一些教师 出差他们几个人呢 有人还跟这个党支部说 还要组织什么党支部 临时的党支部 我觉得很吃惊 我说现在互联网这么 这个有互联网 这些人还不了解情况吗 这个他们不会翻墙 看到这个现实是什么情况吗 但是呢 我这个现实呢 其实确实令我很吃惊 很悲观 那么现在这个 随着互联网的这个应用呢 中共创造了 用高科技的先进的这个技术 创造一个落后 愚昧的这么一个文化 其他环境 平时创造这么一个奇迹 所以说这个高科技 未必就能带来这个社会的进步 反而呢 可能被这个专制所利用 因此呢 这个政治制度 才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所以说 我们从最近呢 看这个 北京的驱除所谓低端人口 还有红黄蓝事件 都可以看出来 中共在这个网络管理上 它跟过去以往不同 它这个 尤其在这件这两件事情上 它甚至没有事先的制造舆论 事后呢 来进行这个欺骗的宣传 他们现在甚至连这个说谎都懒得说了 好的 是裸裸的 我就错了 好的 在这方面他也知道 他的谎言 没人相信他 是 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 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这个网络这个事情 我想将来可能的中共的发展 它在有些细微的部分 特别是他如果是其他情况下 比较正常 比较好 经济上发展还比较好 或是其他方面比较好的时候 他会在有些不重要的方面 可能放松一点 因为他确实也受到了 国内国际上的巨大的压力 虽然在本质上不会变 但是在技术性的 有些方面可以会松动一点 刚才有位网友说到 要用封锁来对封锁 我不赞成这个说法 我赞成的是美国国会也通过 要对等的 要中国共产党 现在把它的所有的宣传媒体 都弄乱西方来 都弄乱美国来 那么国际社会也应该要求中国 同等的我们要派更多的记者 更多的媒体 更多的传媒 更多的方式来进入中国 这个要扩大对等的开放 而不是对等的封锁 这个可能对中国才是更有利的 如果对等的封锁的话 中国又会退回到像北韩一样的 像毛泽东时代一样的 恐怕也不是一个长远的办法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博士 也感谢朱欣欣先生 二位来到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将与您来探讨 美国减税 中国慌什么呢 请您按时的锁定 我是郑宇文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